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支持严正学夫妇 创作林彪张志兴 塑像的事业 因此 对捐款 对清吞捐款的行为 我深感遗憾 我支持 把这件事情 诉求法律 以讨备报道 要开庭了 我在很远的地方 都赶不过来 我再次 提出以下证词 我是捐款人 王藏 实名王玉门 当年我在贫困的西南 为支持 王和清 发起 为严正学 创作林昭 雕像募捐 是何等的艰难 朱易锦 是四个收款人之一 朱易把捐款 汇入他家超市发 和他老婆账号 不但不给艺术家团队 提供创作费和劳务工资 竟然私吞 竟然私吞 捐款大部分 请 法庭必须依法查清 在此我也获得授权 一并替当年贵州捐款的多人 作出以下证词 朱易一再承诺 自始至终 募捐资金管理者 信守承诺 所有八次省项 发布所有交通 洗印 邮审资料等杂费 并未也绝不从各界捐款中列出 这是与他的所作所为 完全违背的 再看朱易交法庭的胡编 乱造的 没有任何一张合法票据的支出 当时迫于这个法律的追究 朱易只好向法院交代 他当年公布的总结汇报 是他虚假的公布 超过75%的捐款 约40多万被他私自逆藏 朱易胡编了数十万元 巧利明目的支出来堂塞 以轻占捐款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劳务 什么会务费等1250元加850元 加签名簿等2350元 又会务管理费等4300元 加手续费逾700元 还有他列出来的什么装车接送 干脆等1500元 干脆打车来两次 何来1500元 打两次车哪有1500元 省安盈藏灵溪灵 9848.49元 加预付时速费等1万元 加动车费2167元 加付平修制片劳务费9000元 加付小路电子上网器600元 加邮寄费3000元 还有诸易补工费之差 21767元 减去9848.49元 等于1191块8.51元 共四五万的公费之费用 跟谁都没有说过 我们作为军款人从未得知 他怎么能够全部加到这个创作林昭像上呢 创作林昭像怎么还会有一个首昌费 2850元 再加上立项费 还有什么三巨头酒店包房 六三天六仓 六仓的费用4000元 还有什么叫省项费 四省八市 游省酒宴 五桌3000元 加揭幕费4550元 还有什么 林昭雇旧 败业费包车观光1700元 加招待费730元 加招待费650元 这些钱 谁的败业包车观光费用 3080元 这些费用是从哪里来的 上面所列的那些费用 都是注意不编出来的没有票据的支出 这些作为捐款者的我 从未得知 从未在网络现实生活当中 任何一处得知 有这些费用 我们当时的捐款 跟贵州友人的捐款 所有的目的只用于一个 就是严正学先生 创作林昭雕像的费用 最离奇的是 被诸易称为 辛亥百年后 室友离酒莲 青光岭血土 这类足以载入 精神中国编年史纪念 活动九桌十桌 9000元 那我就请诸易讲清 这跟创作林昭雕像 有什么关系 谁让你这么挥霍的 作为捐款人 没有授权你 作为你自己 当时所承诺的公开的保证 也没有写 作为林昭雕的这个创作者 严正学先生也不知情 就让你私自一人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谁授权你的 还有注意 陈复首昌 立项 省项 揭幕与打造品牌的相关费用 两万一千九九百一十三元 林昭雕像创作 以艺术震撼新名 注意巧立名目 用两万多打造什么品牌 谁委托你了 你代表谁 上述编造的数万 没有任何票证 证据的个人挥霍 所谓不知何年的首昌费 立项费 什么桑巨头酒店包房 还有新爱百 百年后 智游离酒 连青光领血涂 等等 信念活动 酒按十桌 九千元 等等这些 与创作林昭 同向 没有任何的关联 都被冠以 朱易带双雕委托方 臣妇 进行 恋财 骗钱 当年捐款最多的 吴迪 曾劝阻朱易 别将创作林昭雕像 募捐款 宴请 朱易回答 我自己臣妇 如今 朱易进湖边乱造 除了自证挥霍与贪腐 就是巧立名目 勒索捐款 另外 注意你仅是黄和清委托的四个收款人之一 你私藏 侵吞 捐款 是贪污行为 你自称策划人 两雕核心 层的核心 王岐山的庆家 都是自吹 没有人认可 是你自吹 是你自吹的 谁也没有推荐过你 这就是我所做的证词 希望这个法庭 依法查清 还这个严正学 艺术家严正学 他们是德高万众 在国内外具有 非凡的影响力的艺术大家 必须给他们一个 合理合法 的这个答复 必须查清这个 捐款的这些去向 对诸易做出 法律追究 最后把清吞的这个捐款 一分不少的赔偿出来 也是作为 也是给这个国内外 这么多人的这个捐款 这么多的捐款者 做出一个 必须有的交代 谢谢 我因为是很忙 没有时间去法庭 做证 所以呢 我现在来听我录音 表示我的态度 我曾经为严正学 做的双雕 我林昭和张志欣的 雕像的捐款2万元 是这里边捐款最多的人 在2014年9月11日 我收到了诸易群发的信 信中指责严正学 挥霍了大家的捐款 30万和十几万 两笔钱 希望朱易先生 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对他所指责的问题 提供证据 不要随便误宣他人 作为捐款人 我要求朱易先生 向法庭说清楚 到底他隐瞒了 多少钱 朱易已经在法庭上承认 他隐瞒了75%以上的捐款 而这笔钱是专款专用 他不应该私自勤战 2010年6月1日 朱易群发 关于严正学创作林昭雕像 募捐情况的总结汇报 在这个群发的信里边说 严兄刘嫂正式说明 将林昭张志欣雕像 无偿捐给北大人大 正义一举将林昭张志欣雕像 永垂侵蚀 后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 这两个雕像暂时存放在 严正学的铁玫瑰园 由严正学代为保管展示 但是在2014年9月 朱易又群发 改口说严正学霸占了这个雕像 并且要把这个雕像移至他处 2010年 我曾经给朱易写过一封长信 这信里边一共有六条 第二条 为了雕像和老颜的安全 请不要肇事 不要炒作 不要激功心力 下面一条 善用善款 对捐款人负责 不要像上次 请些相关不相关的人 大吃大喝 如果你注意 一定要摆这个排场 那么请不要动用捐款 善款用在雕像上 而不是用在厂院上 用在应酬上 你不支付 雕塑家 及协同艺术家团队的工资报酬 每人几十元 甚至上款员的规格 请吃请喝 你觉得这是散款 算贷散款 这是对捐款人负责吗 第四 再一次提醒你注意账目问题 老颜说 你交给他的钱 他有账 而且每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希望你也能在百忙之中 做好这件事 收到多少钱 捐款的都是谁 每人捐了多少 这些钱都怎么花的等等 要有一个名气 并且定期向捐款人公布 这不仅仅是对捐款人负责 也是对你自己的名誉负责 要知道 你面对的不仅是捐款人 而且是社会和历史 第五条 再一次敦请你改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 你从来不考虑 雕塑家老颜的身体和面临的危险 3月29日 你在给我的信中云 正无情地把颜凶压在冲刺的工地上 四日之际 接雕成点 执政党还说以人为本 你是否觉得无情二字 被你加上引号就有情了呢 关于工作作风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想请教你 是怎么对待捐款人的 2010年3月18日上午 一个朋友 为张志欣的雕像捐了一千元 你可曾想过 你应该给人家一个收条 是的 这仅仅是形式 仅仅是程序 但是 这形式 这程序 这程序不可忽略 第六 由于对善款的使用管理失当 疏于监督等原因 受到舆论谴责 而身败名列者 海内外所在多元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 我一再提醒朱毅 善待善款 不能高规格的请吃请喝 而朱毅在关于 为严正学创作林雕雕像 募捐情况总结报告中 也明确表示 至始至终 募捐资金管理者信守承诺 所有的八次雕像 发布所有的交通行业 优审资料等杂费 并未也绝不从 各界绝反中之列 可实际上 我们从 这个朱毅交给法庭的 这个 也可以看出 朱毅没有按他上面 所承诺的去办 很多 开销 我因为自己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太好 所以我不能够请到法院 去做证 只能说这么几句 整个情况 经济捐献等等 这情况我都不了解 我也没有捐献 一分钱 在朱春流生病之后 我曾到医院去看 当时捐献了三千元钱 后来又有部分北大的右派校友 捐款了若干一般 但是距离数字记不清了 当时都是直接交给严仲学的 严仲学当时打了搜集给我 这两个搜集我都有 但是现在一时想起来放在哪儿了 这一点都很 东西都挺烙的 放着放着什么 我希望法院能够通过法律 通过事实 找出确实的证据来 证明谁贪污了 给清白则以清白 王苏遥 我是北大519运动参加者 右派 而且有一次和特林昭在同意 现在没有时间到法庭来 所以我提供一个视频的证词 我作为这个林昭张志欣 这个青铜雕像的这个捐款人呢 我们的捐款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就是用于这个雕像的 这个艺术工作 所以作为专专的捐款人来说呢 我希望能够 所有捐款的款项呢 能够公布账牌 能够公开透明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款项是为 这个雕塑工作本身服务的 我希望这个款项 能够归还给 这个进行雕塑的艺术家 诸易经再生了解 希望能公布账牌 第二呢 希望能够 合理的把这笔钱呢 归还给人的学的 这个艺术家 本国家林达岗 是冰冲西欧切笔报的决会 在这笔钱上 无强度的游销 将其心雕塑不及 必须最何最忠 想不到这样的结合 经济之一 秦成为要国务联系上 为主义那奥鲁克勒威威 由来由于 历经教育将决定 救命金 讲法教育将 决小吕 他所得主的领域的业 请问你 否认我所作的形象解定 所将无法切入业 与你无法解决 你必须想特定考得, 如我要的教室教室秀作得上乎于伯子, 拉德州的资源律库, 结巴结效本来做得, 他许德州的颖族之一, 他许德州的颖族在太大驰收, 流露处建国时内和牧业何意oa sefit. 可基因摹讯着火。 而是法律和相, 我互联律和中东之类, 在中东之类, 一旧独特别人, 在中央之类, 在中央之类, 所供应兴兴兴兴兴兴, 年线上与曲线上经毛泽东书下国家财富质界 一周外苏西日 苏西比公圈墙地 1946年,我父亲居然经典去百三位西里明月经过 1947年,修西山比赞毛和酒 1947年,年线上和你和郎吉亚 在我们独生日,特就很乐乐于酒 1931年,我们经常避国家随和衣服 1949年,年线上为油画地 1947年,年线上为 required 1949年,年线上为监制室 1941年线上为了美食 1946年,年线上导致的经法 1945年,年线上为了美食 19 McNally,男寿上为美食 1995年线上为美食 22年线上为美食 当夜夜心上并为无伤, 结尿中心意, 毕竟的营运, 世故与善明, 世纵失利风无破均。 夜心上是不愿意, 出量已经与你抢出量度过, 在帮人籍共同的履书的交响, 履书可应我的一部好语, 可乐为我, 也经我强制领教学, 离我这部地保护, 要来进土耀达国之外的来路。 我们的各处的经济, 经济局里出让, 中村的八分之七人一长, 我们时日夜心上是说, 成绩的自由和必须的。 我谈谈我的意见,你参考。 好,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这个我昨天看了看, 我觉得我现在把你说实在话, 是当个艺术家在看的。 也全是把林昭这个塑像, 作为一个雕塑来完成。 这你很辛苦,连你夫人, 花了很多心去劳动。 我这个还从于读学这个观点。 我也从于读学这个观点。 因为现在, 我总有个感觉。 读义啊, 是在柔维的操作。 没有意思, 我跟他讲话。 我觉得他这样做呀, 没有什么意思。 在北京就是两拨人。 一拨就是东头的铁牛。 13号给抓起来了。 铁牛啊, 不管怎么说。 他是反对毛泽东。 对右派平反说话。 这是铁牛的铁牛。 他就是他政府的事。 所以这个, 咱们, 怀念林昭, 纪念林昭。 把林昭做小的雕像很好。 是要愿意收成的。 因为当时你也对我说过。 然后呢, 我也承诺过。 他们捐钱多的就要送给他。 当时是这么承诺。 对, 对。 对, 对。 像诸位这样, 胡杰这个意见, 是正确的。 你不要把这些人呢, 搞成其等。 是要论关系的不行。 对, 对, 对。 现在我的意思, 你就, 就领着这个雕像。 喜欢他的。 认识到他的意义的。 愿意收藏他的。 就收藏。 这样就比较好了。 所以说,胡杰, 他这个意见, 我选择, 觉得他很好。 他说, 你们像这样, 把收藏人, 什么搞成, 守护之心啊, 什么之心啊, 终于封。 对, 这个, 一句话, 我觉得, 诸一眼不能听他的。 他, 就是在容为着操作。 这样没有好处。 但是也有他的毛病。 人, 不是万人。 嗯, 你, 太操作了。 没有必要。 现在, 你呀, 这是我的观点。 你呀, 要离开。 脱离, 注意这, 他这个全子。 因为, 你是个艺术家。 你是艺术创作。 雕塑。 你有你自己的过性, 你有自己的艺术语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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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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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木头, 转移。 这一个木头, 真的。 挺动。 嗯, 挺动。 挺动的。 这个我认可 哦 我跟你说实话 感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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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不了解 现在当时在学校他都是比较瘦的 瘦 但以后可能会胖 以后胖 他那个照片呢 就是好几张照片 他那个照片没一张都不一样 没一张 不容易不容易 这个角度很 我觉得他这个眼睛这个神态挺震撼的 他的眼睛这种真的 漂亮的神态 看的时候我觉得挺什么 就是一样一看他就 我觉得做得很细 这个就很像 这个做得多漂亮啊 其实眼神也很漂亮 不是 我说他鼻子很漂亮 但是他这个眼神真的 真的 我觉得他的真的很好 这个眼神做出来 眼神做出来 眼神做得很仔细的 就那种忧郁坚定 很有思考的那种 对对对对 是吧 他那个不畏的坚定的 就是这种特别文美的 不让他这次办 这次办 你看这样下面很 这是您的女儿 女孩 这不是咱们就演你 这就是 这是您的女孩 这是您的女儿 这是咱们就演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